這是一支升級了iOS7測試版的iPhone 4 在鎖機畫面由上往下滑 就能叫出通知中心 現在會依照今天全部和未讀通知來排列 由下往上滑 能叫出iOS版的SB-Sitting 解鎖方式一樣是由左向右滑 連按兩下轟件 能夠開啟新的多空處理列 會以卡片式來顯示你已開啟的軟體 現在FaceTime已經獨立成一個APP了 由下往上滑 能叫出iOS版的SB-Sitting 能在上面調整亮度 開關飛航模式 藍牙WiFi 霧擾模式等 也能播放音樂 或是開啟閃光燈 相機 或是計算機 全新的相機 可以在上面切換拍攝影片 照片 或是方形的照片 如果是iPhone5的話 也可以拍攝全景照片 天氣 設定 設定 全新的畫面 除了Twitter和Facebook外 現在也整合了Flick和Vomeo影片 還有除了新浪微博外 還有騰訊微博也加入了